今天晚报上面有一张照片 有一个人鞠躬道歉 这个人是卢武炫 卢武炫今天也出庭应讯 在他出门前在家门口 跟全国的民众鞠躬道歉 说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今天他会不会被收押 这应该是南韩 这个今天新闻界最大的事情 我觉得卢武炫表现的 至少比陈水平更有责任感 跟担当比较 我觉得卢武炫都应该跪下来 我谈一下那个徐尚文的事 我觉得陆小龙跟徐尚文的事后的反应 他们的EQ都很差 海军陆战队司令跟金黄部司令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想他年纪跟我相当 未来他们要当上将的人 如果国家那么重来